虽然现在的科技越来越发达,但是对无古代的一些神奇的发明,科学家至今不能明白它们的原理和制作方法,越多的科学家研究我们的古代遗产,越多的问题出现,似乎古代世界可能与我们想象的有很大的不同,把遥远的过去的13件物品放在一起,证明我们的祖先所掌握的知识和技能远远超过我认为的,哥伦比亚金色飞机,公元前四世纪西世纪,哥伦比亚的金色飞机是指Cream by the文物。 科学家认为,这些不过是鸟类和昆虫的风格化娱乐,然而有理论家声称飞机代表古代飞行器,也证明这些文物的放大部分实际上可以飞行。 罗马十二面体,公元前二三世纪,在意大利、英国、法国、德国、匈牙利甚至越南,已经有超过一百种这样的物品。 被发现,十二面体的推测使用包括竹台支架头字、校准水管的仪表,甚至是算命的设备,究竟是做什么用的,还是不能很好地给出解释。 Nenro镜头,公元前750、710,这种有史经研制成的光学镜片屋一850年,在现代伊拉克的宁如架树供电出土,镜头相当乌三倍的放大效果。 一些科学家认为它是望远镜的一部分,可具有装饰功能。 巴格达电池,C,公元前2500年所述,电池由包含铜钢可体单个别棒式土盆填充有电解质的这些电池的副本可能产生变二伏特的电压,也许古巴比伦人知道度新方法,并用该物品将金电度到颜色物体上。 然而怀疑恶者声称这些花盆,被用作卷轴的存储。 9.光碟 Phystos光碟在1908年在赫里特岛的Phystos格米诺宫,被发现光碟的起源和它的标志的意义,仍然不清楚。 因为在赫里特岛的任何地方都没有找到光碟制成的粘土,而且上面的字符,也不能了解它的作用。 8.埃及金字塔建筑技术 公元前2667年,科学家们仍然不能就简造埃及金字塔的建筑技术达成协议,由七种不同的建筑假设,其中一人声称,石坏实际上并没有标客,而是在施工场所上有混凝土,然而这种方法,并不能解释中达十吨以上的巨大天然花岗石,及大金字塔内的坟墓。 埃及学家史蒂芬·梅勒等研究人员认为,大金字塔内的走廊和房间,最初是为了把老坟墓而建造的,只需看看天花版的菩萨建筑。 五层高的大金的完美升学和没有艺术,整个埃及都没有像这样的坟墓,古埃及人对这个建筑没有任何指示,这张石盘在埃及萨卡拉村的萨布林墓被发现,由屋气金为纸霉,有发现这种光碟的类似物。 所以,很难说出它的目的,我们的猜测是,它绝对不是一个盘子,一个灯笼,一个轮子。 5.Anti-Kingther的机制 公元前100年,这个古老的装置是在1901年从希腊的Anti-Kingther的岛上的Anti-Kingther的残骸中,恢复出来的。 它是一个复杂的发表机构,由一个装在木箱内的至少30个涅合的青铜屎轮组成。 这种机制,通常被称为古希腊计算机,因为,它可以预测日历和扎兴术地天文位置和日识,它还跟古代奥运时间一起循环。 4.德里别柱 公元415年作为德里的主要观光景点之一,这个支柱,是值得注意的事实。 它的1600年,历史几乎不受生锈的影响。 一些假设生成支柱,是由云石制成的,但这被证明是错误的。 古代印度叠降似乎很可,能在别的提取和加工方便取得了很高的技术水平。 通过这种方法,他们创造了一个均匀的氧化层。 由作物保护住,免受德里气后的影响。 柔性玻璃 公元1437一位未知的工匠发明了一种不能破碎的柔性玻璃。 他做了一个盐水板,把它带到了罗马送给立光。 太贝利乌斯凯反作为礼物,SASA非常喜欢这个礼物。 然而,他杀掉发明家,因为担心这样的材料可,能会破坏黄金和白银的价值。 张恒的地震仪,公元132年,这个地震仪是由著名的。 中国发明家张航制作的当地震发生时,张先生的装置将一个青红球从一个龙头放在一个坐在下面的蝉橱嘴里。 该装置内摆放摆锤,用杠杆于龙头连接。 内布拉天空盘C,公元前1600年,这个在1999年德国内布拉附近被发现的具有太阳。 月球星星和星星的金色符号的青铜盘最初被怀疑是伪造的,但现在被广泛接受为真实的。 该装置对夏季和冬至的年度过程,及其上升点于设定点之间的角度,进行了载戏观察。 使其成为历史最悠久的可协式仪器。 多 grup不含尽的温暖节是什么都行这样。 今天晚上的顺便不足处理。 对于某天时的角度。